凡走過必留下痕跡 有了重磅的消息了 再一次破獲了英國倫敦大學 在官網偽造紀錄 論文門英國端 重磅發展 更改了所謂蔡英文博士學位的 更是偽造的 英國倫敦大學跟蔡英文犯罪集團 他們心慌了 他們亂了手腳 還有一個更大條的在後面 更大的一件事情即將發生 林環牆教授的鼓勵觀察 又有重磅的消息了 再一次 好 我們在台灣跟英國跟美國三方 再一次破獲了英國倫敦大學 在官網偽造紀錄 那因為現在這個電腦的網路 反走過必留下痕跡 所以增加我們在台灣撞告英國倫敦大學 還有在美國撞告英國倫敦大學的籌碼 等我們步步包圍之後 很快的我們會在英國的部分提高 三見齊發 所以我想今年呢 我原本說大約是在冬季 我覺得這個目標 很可能很快就會達成 好 那我們來看看呢 英國倫敦大學到底造假了什麼 我們來上這個林環牆教授的獨立觀察報告 獨立觀察報告呢 今天有了重磅的消息標題是 論文門英國端重磅發展 根據論文門英國端最新的發展 倫敦大學的官網突然在今年的10月11號和11月8號這中間的時間之內 更改了所謂蔡英文博士學位的頒發日期 這個所謂蔡英文博士學位的這一個聲明本身就是偽造的 他的背後呢 就是施呼嚨他所做的 那施呼嚨很快的也會接到了我們的船票 準備出庭啦 好機票該買的要早點買 因為後面比較貴 另外呢 美國部分的機票你最好也預定 然後把日期開放 我們呢 會在很快的時間之內 傳你回來 跟大家見一見這個宇宙政經學院的這個國寶 好 那麼這個10月11號到10月18號的這段時間 因為在這段時間當中呢 我們呃 有一個電腦上面的小秘密 我們先暫時保密 現在倫敦大學更改的 蔡英文的學位頒發日期是1984年的3月 這呢 跟蔡英文2019年7月10號在台北D-Car 親手展示補發證書的頒發日期是1984年3月14號 這兩件事情呢 要把它對齊 免得一會兒二月一會兒三月 但是這個過程 全部被記錄下來 所以我覺得來不及了 而且他這個更改的過程呢 更造成了將來在 犯罪的手法上面 他更沒有辦法說這是疏忽 因為這顯然是一個經過預謀的 想要塗抹犯罪的一個過程 好 那我們再來看看 有趣的是啊 倫敦大學在今年的2月3號 在他的官網首度貼出了蔡英文的學位 當時說的是1984年的2月份 也許有人會說 這剛有差 如果今天是你的小學畢業典禮 或者小學的畢業證書的頒發也許沒有關係 這種最高學歷的畢業證書頒發的日期牽涉到什麼呢 他牽涉到了所有法律上面的所謂時效的問題 也就是說哪一天畢業 畢業的這一天以前你不能稱為博士 所有與博士相關須位具備博士資格的 你不能參與 這一天以後你就是一個博士 你可以大大方方的去應徵 可以用博士的頭銜 可以用博士去登台大法學評論 政大法學論從 凡此種種 所以 大部分的學校 他不一定會 在明說你是幾月幾日取得博士學位 但是這個月份的本身是絕對精準的 他絕對不可能說你有個3月14號 然後後來又說是2月份 不過比較嚴謹的學校 他會在那個畢業證書上面清清楚楚的標示出 你的頒發日期 比方說我1995年5月20號 拿到Universal Wisconsin Madison的博士學位 那麼我在5月19號以前 我就不能去參加任何學校的應聘 我可以去試教試講 可以去先預知我可能拿到的學位 然後在填寫的時候 我不能寫說我是博士 但是我可以說我的博士口試已經過了 那麼預計可以在什麼時候拿到博士 但最後你拿到之後還是要剿驗你的證書 所以這件事情在實效上的重要性 不是一般隨便的人呼嚨就可以過去的 所以林環牆教授今天的爆料非常有趣 他透露了幾個英國倫敦大學跟蔡英文犯罪集團 簡稱蔡犯團 他們心慌了 他們亂了手腳 而且這件事情在英國端 台灣的犯罪集團 當然似乎都為首了 那也因為這整個論文門得以 這麼快的被我們偵破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要感謝石瓜瓜 因為我們這個宇宙真心學院的吉祥物 他實在犯了太多太多的低級錯誤 使得我們很快的就可以比對出 這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 好那在獨立觀察上面的這些 接下來還有很多的細節 其實告訴我們 英國倫敦大學已經城門失火了 所以很多人包括他們的高級主管在內 現在因為看到Kevin Hanks被告了 他們就緊張了 所以紛紛跳船 所以接下來呢 我們會再慢慢的跟大家來說明 這個林環牆教授他的最新發現 而且為什麼英國倫敦大學 開始要這個清理門戶 要整理這些犯罪的蛛絲馬跡 答案很簡單 因為還有一個更大條的在後面 還有一筆更加大筆的 就是我們在後面呢 接續的訴訟當中 有更大的一件事情即將發生 有很大的事情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英國倫敦大學 開始內鬥 內部開始在做清理門戶 也是我想對他們來講 可能是他們歷效以來 所面臨到一個不可承受之重 總之 倫敦大學要把內部作弊的那些人給揪出來 否則的話 倫敦大學必然會陪葬 全世界兩百個國家 那個我納稅納了三十年的中華民國 竟然可以這樣子 完全沒有法律依據 就把我的這個護照 把我的身份給就直接吊銷了 一個納稅納了三十年的國家 就這樣搞我 一個素昧平生的美利堅合眾國 竟然成了收容我的國家 你說我不感動嗎 我心中的那個那個百感交集 真的很難跟大家形容 講到這個黑名單 我這幾天喔 在回想在台灣 1980年代 一直到大概前前後後十幾年 是黑名單陸續闖關回台灣 如果沒有這些前輩們 這些可歌可泣的這些作為 台灣今天可能還在戒嚴 可能還在刑法一百條 可能還在迫害異己 當然今天台灣又在迫害異己 不過那是兩個不同層次的 所以看到這個二十年前 應該其實嚴格講起來 是在1980年代到1992年代 這是台灣黑名單 行動就是有組織的 闖關回台灣的一個高峰期 看看這個過去 將近一個甲子 將近半個世紀 台灣走過來的民主路 你會覺得不勝唏噓 你會沒有想到說三十年後 台灣還會有這樣子的黑名單 那這兩件事情 你說有一些不一樣 對確實是有些不一樣 但是我個人認為 不是因為我成為2022年的黑名單 我個人認為蔡英文的黑名單 比兩蔣時代的黑名單 對台灣社會造成的傷害更大 我這樣講可能很多人會聽覺得不服氣 你且聽我我也道來 我說過在半個世紀前 台灣的黑名單是與法有據的 雖然惡法未必是法 但是是與法有據 刑法100條著手判亂 它是有條文規定的 那麼像這樣子的政府的暴行 很容易被看見 而且怎麼補救呢 把刑法100條廢掉 黑名單就解除了 沒了 動員勘斷時期臨時條款廢紙 台灣的黑名單就沒了 解除戒嚴以後 台灣的這種不公不義的迫害 國家機器的迫害就沒了 可是現在 蔡同學帶來的新一波台灣的綠色恐怖 是很可怕的 因為 法律上面 沒有規定 他們是執法人員 運用自己的巡司 去做法外的擴張 去做法外的不當的執行 這個就很可怕了 因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辦法 從源頭去廢掉這個法 這法是不存在的 也就是說 今天 舊金山文化辦事處 吊銷我的護照 不與核發我的護照 沒收我的護照 在有效期之內去註銷我的護照 這個在法律上是沒有的 在法律中我曾經講過 當時 要註銷護照 只有一個可能性 就是禁止這個當事人出國 所以讓他無法出國 就讓他沒有辦法逃亡 所以要吊銷他的護照 問題是今天我仍已經在國外 而且我來國外的這個情況 大家都知道這跟逃亡沒有關係 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吊銷了我的護照 這是違法的 也就是說這個護照條例是一個很舊很舊的條例 但是即便很舊很舊的條例當中也沒有規範到這個 所以在沒有法律的情況之下 公務人員跟無良政客的犯法 這對台灣社會的傷害更大 因為你沒有辦法像刑法100條這樣子 大家努力 把這個法律給解除了 把它廢止了 這樣的迫害人權的事情就不會發生 因為與法無據了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 法律沒有規定 但是執法人員卻可以從這個當中 去根據自己個人的好惡跟私怨 對小老百姓做國家機器的追殺 所以我認為現在的這個黑名單的製造 比半個世紀前呢 更難讓這個一般的社會大眾看見 或者讓社會大眾有一個覺醒的意識 原因就在於 你不知道要像什麼東西去揮拳 就是你拔劍不知道要揮向何處 以前大家可以群策群力 可以靜坐絕食衝撞國民黨體制 因為有一個刑法100條 廢了就沒了 現在的黑名單 現在破壞人權的事情是 與法無據的事 所以你不知道要從哪裡下手 來改善這樣的情況 不過大家不要灰心 我覺得公民運動要覺醒 水神的成分是什麼呢 再跟大家介紹 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所以它比較溫和 一定要有的人 對酒精比較過敏的人 他可能沒有辦法說一直噴酒精 但是用水神來消毒雙手的話 很安全 那怎麼買呢 歡迎大家上我們的快點購網站 就可以買到 好看 好看 好看